这帮人冲到王者荣耀里边骂我 吓得我赶紧把ID改成了打倒孟川 然后还收了条游戏私信 说我们有个骂他的群 你要加一下吗 不知道骂了什么 因为游戏私信里显示的都是星号 你三个星的吧 大体能猜到是什么意思 就那么几个经典的款式吗 五颗星的我就只能是默认给我好评了 私信里显示的都是星号 你三个星的吧 大体能猜到是什么意思 就那么几个经典的款式吗 五颗星的我就只能是默认给我好评了 每隔45分钟就骂我一会儿 他放的最狠的话就是 你有能耐等我放暑假 我就打开了那个紧粉思客评论 想骂我先粉我 然后就呼呼长粉 在一个饺子店吃饺子 我旁边一个男生好像在打电话和他女朋友吵架 就在那儿骂说 你要怎样吗 那我过来你把我绑起来 臭我呀臭我呀 听到我饺子都掉出来了 我后来吃个饺子跟睡觉落枕了呀 后来有 人际关系我非常的想聊 因为我们家人际关系就非常的复杂 只要是孩子比较多 四个 大姐 二姐 我 还有我弟弟 GAP一年就生一个 别人GAP一年是探索生命啊 我爸妈GAP一年是创造生命 爸要一个弟弟 所以完全没有计划生育 但是我现在我真的觉得 这才是真正的计划生育 真的 除非完成计划 否则 绝不停止生育 真的特别适合打孩子 真的 因为我们家就是卖药的 中药西药都有 打久了 自己都知道找药吃 小打吃中药 中打吃西药 大打吃农药 有点朋友 开玩笑 大打睡一觉 睡一觉 请 但我父亲已经去深圳 十四年了 十四年 一个女孩白手起家 就在前几天 已经在深圳的罗湖区 全款买了两套鸡蛋灌饼 你们以为是大女主的故事吗 No way No way 不可能 人生真的非常的艰难 我觉得她真的过得还是挺难的 我过得还是挺难的 我去她的出租部看过 房间太小了 小到什么程度 你要把那个洗衣机搬开 你才能蹲下上厕所 那天我是抱着洗衣机 蹲下去的 洗衣机还在洗衣服 我问二姐真的还要洗吗 我二姐说 你别说了啊 有的时候我还蛮想洗的 就请来一位嘉宾 这位嘉宾 我非常擅长打破边界感 比如说她在网上 怼网友 回粉丝 狠起来 就怼自己 管自己叫狗 说自己叫灵狗 狗这么受欢迎吗 第一次上透露秀的舞台 感觉怎么样 紧张啊 你怼人的时候不紧张 怼人的不是背后怼人吗 我们今天的这个比赛 这个题目特别有价值 因为他讲的是人际关系 而且人际关系的题目叫做 哎 有点过了 田宇老师一个更具体的问题 假设啊 你正在和张若云吃饭呢 突然收到沈腾给你发的微信 说他此时此刻就要跟你视频 他有很烦心的事情 你会怎么处理 接视频吧 接视频 但是你在和朋友吃饭呢 不是 村老挨幼吗 好 非常好 故事里面演了个方蟹文 演得让人咬牙切齿 在网上挖 特别会 我跟你说 东京我特别理解你 因为我最近呢 偶尔也会被骂 您 最近 是最近吗 不是最近二十多年 生活要有边界感 那 好吧 顶多十年吧 我看了这个剧 我看到很多评论 也是在夸他的 说看完玫瑰的故事 被林更新圈粉了 看看人林更新 比起那些小鲜肉 我还是更喜欢 林更新这样的老男人 我跟这位朋友说一下 如果你真的喜欢老男人 我推荐 张绍刚老汁 张绍有没有在生活里面 感受到特别没有边界感的 那种东西 有时候 你要跟我拍照的时候吧 有的人 他老想 老想那个 就是这么跨着你 然后呢 他那个手已经过来了吧 然后你就这么长时间 夹着嘎子窝 他那个手 就这么长 里头后边钻你 然后你就在那 就是 那是这样 前面还有人看 然后你就用你的嘎子窝之力 洪荒嘎子窝之力 把他的手给吞出去 是这种感觉 我和刘雨菲同时邀请您 在同一时间出去吃饭 请问你会做何选择 哎呀 跟您吃饭 原因是我现在在这儿 尊老爱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